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电影十里狼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动物们脱离动物园逃回荒野 然而他们根本没法适应野外环境 最后又返回城市的电影 马达加斯加 这天狮子阿丽又打断了斑马马迪回到大自然的美梦 还是回到现实吧 你们现在只是在纽约的动物园里 每天为观众展示才艺才是你们的工作 但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工作 动物们早已厌烦 很多动物都有了离开这里回到大自然的想法 所以这天几只企鹅便开始了越狱行动 他们用勺子挖了一条地道 从自己的围栏挖到了斑马的围栏里 不过这里离他们向往的南极还差那么一点距离 眼前这一幕让斑马若有所思 他也想改变现在的生活 到了晚上 狮子和马等动物准备给斑马过生日 吹灭蜡烛后 斑马说出了自己的生日愿望 他准备前往野外寻找新生活 听完这句话 狮子非常疑惑 动物园里应有尽有 为什么要去外面自讨苦吃 狮子想劝斑马不要胡思乱想 过好现在的生活 但斑马却依然向往野外的生活 他还试图说服狮子 与自己一起逃出动物园 既然志趣不同 狮子也就没了继续聊下去的欲望 难道烤着火睡觉他不香吗 到了半夜 一只长颈鹿来告诉狮子 他发现斑马已经不见了 得知此事后 动物们非常担心 为了找回斑马 狮子带着河马和长颈鹿 组成一只搜救小队 他们撑出了动物园 来到了地铁上 三只动物的出现 给这里带来了极大的恐慌 遇到动物们的人都吓得惊慌失措 只有一位老奶奶除外 他好好修理了狮子一顿 然而 这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他们很快便找到了 偷偷溜出去的斑马 只可惜 他们在逃走之前 一大群警察围了过来 这只动物都被送回了动物园里 而趁机偷偷溜出来的猴子和企鹅 也被抓捕归案 几天后 越来越多的人 注意到了这次逃跑行动 他们认为 动物不应该被关在动物园里 他们必须回到大自然 在中压之下 动物园不得不同意送走动物们 就这样 长颈鹿 狮子 斑马 河马 等动物被送到了一艘货运船上 他们将会被送回家乡 狡猾的猴子和聪明的企鹅也在船上 为了逃走 企鹅用铁丝打开了货运箱上的锁 他们还偷偷打晕船长 控制了轮船的航行路线 企鹅老大 调转船头 准备开往南极 在急转的过程中 装着狮子 斑马等动物的箱子 掉到了海里 经过漫长的漂泊后 狮子漂到了一座孤岛上 到了第二天 河马和长颈鹿 斑马显得洒脱了许多 他竟踩着两只海豚 像冲浪一样来到了沙滩上 真是乐观的人 在哪都能找到乐趣 四个老朋友又聚到了一起 自然非常的开心 很快 他们开始观察周围的环境 长颈鹿说 这极可能是一个开放式的动物园 到了晚上 四只动物来到了岛中央 他们看到一大群狐猴正在跳舞 玩得正嗨时 一会儿狐狼袭击了这里 狐猴们一哄而散 但一只小狐猴却被抓了起来 狐狼准备将它炒来吃 结果狮子的一声吼叫声 把他们都吓跑了 其实是有一只蜘蛛 爬到了狮子背上 很快 狐猴们也发现 这几只动物并无恶意 甚至还有点娘 于是狐猴国王决定 邀请他们参加今晚的舞会 但狮子对这一切毫无兴趣 他只想知道 这座岛上到底有没有喂养动物的人类 一番询问后 狮子看到了一具 狮狮飞行员的尸体 这下动物们终于明白 这座岛上根本没有人类 了解到这些 狮子非常急切的想要离开这里 长颈鹿和河马也表示的极度不适 只有斑马表现很轻松 他非常喜欢现在的生活 一番争论后 动物们还是决定接受命运 反正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了 他们展开了自救 在岛上建起了一座自由女神像 只要点燃火炬 远方的船只就能看到 很快长颈鹿便用木板摩擦升起了火 结果慌乱中 他将整个自由女神像给点着了 但这并没有挫败狮子的求生欲望 他就用树干搭起了求救信号 Help 而斑马却做好了定居的准备 还在这里建起了一座小屋 装饰的有模有样的 甚至还为大家准备了海草烤串 但这让狮子怎么吃得下去 他希望能吃到鲜美多汁的牛排 所以夜半时分 狮子梦到自己正在吃牛排 然而他醒过来后 却发现自己在舔斑马的身体 这尴尬的一幕让他非常无奈 只好装睡 蒙混过关 到了第二天 狐猴国王又为几只动物举行了一个仪式 欢迎他们来马达加斯家 直到这时 动物们才知道自己所在的地方 而狮子也发现 这地方其实比动物园要美得多 他在草地上尽情地奔跑 渐渐找回了真正的自我 体内的兽性也在慢慢回归 但狐猴们准备的都是水果 狮子根本不吃这些东西 或许是因为过度饥饿的原因 在他眼里 斑马和狐猴们都成了牛排 于是狮子扑向了他们 狐猴们又被吓得一哄而散 狮子在追出斑马时 被一个椰子砸中 总算冷静了下来 为了不伤害别人 狮子来到了岛上最偏僻的角落 而河马长颈鹿和斑马 则继续在岛上游荡 硬插阳错之下 他们发现了被企鹅劫持的轮船 原来这些小家伙 因为受不了难及的低温 又折返了回来 看到企鹅们 河马和长颈鹿非常开心 他们决定一起坐船 回到现代社会 但是在此之前 伙伴们准备找到狮子 带他一起离开 斑马射先找到了狮子 但狮子现在已有些精神恍惚 他不相信斑马的话是真的 而这时 一大群扶狼包围了斑马 准备将他吃掉 这时长颈鹿赶来救下了他 但扶狼数量众多 几个伙伴都陷入了危险之中 紧要关头 狮子发出了怒吼 他以一个森林之王的姿态 吓跑了贪婪的扶狼 就这样 伙伴们解除了危机 狮猴们非常感激狮子的所作所为 还为狮子等动物举办了一场庆功宴 吃饱喝足后 伙伴们决定离开荒野 回到城市里生活 这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动画 人物个性鲜明 和一些极其深刻的电影比起来 本篇用一种让人喜闻乐见的方式 讲述了从理法则和友情之间的关系 是一部既幽默又不识深度的电影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